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灵魂的起源 刚才我们说tradutionism 就是上帝已经在创造的时候 创造好灵魂 然后让这个灵魂繁殖下去 反对这个观点有五个理由 第四个乃是说 一般来说 这种tradutionism的观点 就跟realism 唯实主义连在一起 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解释 人原来的罪孽党 这样子呢 这个观点就相信 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不能支持的理由 这个观点呢 也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人 因为亚当一个人第一次犯罪 就为这个罪负责呢 而不是为亚当后来的罪要负责 也不是为他其他的祖先负责 最后第五 灵魂在上帝创造的时候都创造好呢 就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基督论这边 带来很多的困难 假如在亚当里 人性 不是人啊 人性都犯罪了 if in Adam human nature as a whole sind 而罪 就是 每一个人 对不起 the actual sin of every part of that human nature 而罪是 这个人性的 每一部分的 本罪的话 那 有一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人性 也是有罪的 也是有罪孽的 因为 他也在 也在亚当里犯罪了 假如上帝在亚当被造的时候 就创造好人性的话 那 请注意 人性这个观念 本身有很抽象的观念 对不对 很抽象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都是在讲 反对这个观点的一些的理由 第四 创造论 这观点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灵魂 是上帝直接创造的 所以灵魂的源起呢 是上帝直接的创造大功 创造的作为 那究竟什么时候创造呢 就不知道了 灵魂应该是 灵魂被创造的时候 应该是纯洁的 但是呢 又跟一个堕落的身体 连在一起 这个不一定是指 灵魂呢 灵魂呢 首先被造的时候 是与身体分开的 然后跟身体接触的时候呢 就又污染了 这样子呢 就好像 假设 罪只是 是身体方面的 这个观点可能的意思来就是说 灵魂 虽然是由上帝 直接的创造作为 被创造 但是呢 也是在母亲的胎里面 已经开始成型了 and thus acquires its life not above and outside of but under and in that complex of sin 所以呢 灵魂 得到它的生命 就是在整个 人类的 生活里面 得到它的生命的 不是在 就是繁殖的整个的过程 而不是在它以外的 首先我们来看 创造论的 支持这个观点的论点 有三个 反对的 也有三个 第一 创造论呢 比较符合圣经的说法 The original account of creation 圣经讲到 人如何 首先被创造的时候呢 好像指向一个 身体被造 和灵魂被造 好像是两件事 身体是从 泥土来的 灵魂呢 好像直接从神而来 这样的分别呢 好像是整本身经都有 身体与灵魂 不单单是不同的本质 也是有不同的来源 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 以赛亚书十二章 四十二章五节 撒加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 参考 民宿记十六章二十二节 关于西伯来书十二章 第九节 就算Delich 虽然他是tradutionist 他会说 这个是最支持创造论的 一节的经文 我们来读 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 来 我们的灵 就是万灵的父 就好像很清楚地说明 上帝是创造每一个人的灵魂的 第二 创造论比较符合人灵魂的本质 人的灵魂的本质是非物质的 是属灵的 因此是不能分开 不能分割的 这个一般都是所有基督教承认的 创造论肯定是承认这些 tradution的理论 就在本质上 poses a derivation of essence 好像是一个本质上的贤身 就好像在本质上有分割了 最后第三点 创造论能够避免 在基督论所带来的 确欠 比较能够 处理圣经怎么讲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人 有一个真的人性 真的身体 真的灵魂 基督是从女人出生 在各方面都像我们 但是没有罪 他不像我们其他人 有罪孽 就是从 他不像我们 从亚当的犯罪 而有罪孽 和污染 没有的 为什么可能呢 因为他没有 在亚当里 He did not share the same numerical essence which sinned in Adam 他不是 他没有那个本质 就是 那个人性呢 是在亚当里死的 亚当里犯罪的 再来一次 假如上帝 创造每一个灵魂的话 那他创造基督的灵魂 是没有罪的吗 其他的 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 而有罪了 假如 你说上帝把全人类的人性 都造了 那耶稣的 对不起 把全人类的人性 灵魂都造好了 那耶稣的灵魂 也在里面 所以耶稣的灵魂就有罪了 那是不可以承认的吗 我们不可以接受的吗 所以宁愿说上帝创造每一个灵魂 不过耶稣那个灵魂是无罪的 或者每一个灵魂 但是呢 人类在亚当里 因为亚当的犯罪 而有罪了 但是耶稣不属于这个人类 耶稣来自一个新人类的 一个开始 一个头 好 下面还有一些反对创造论的 31页 有三点 第一 最重要的反对的理由呢 由Strong提出 他说这个理论呢 假如容许 说 灵魂 本来就有一些 堕落的倾向的话 那就好像 指上帝是 是人的邪恶的 直接的创始者 假如他认为 灵魂 创造的时候 是纯洁的话呢 他就把上帝 当作是 邪恶的 见解的 创始者 因为 这样子 他就教导 上帝把一个 纯洁的灵魂 放在一个身体 但这个身体本身呢 迟早就会 污染 这个灵魂的 这个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问题 也是 一个 最有决定性 推翻 创造论的 一个的论点 阿古斯丁 已经指出 创造论者 需要避免 这个确切 但是我们也 必须要记得 创造论 并没有 好像traditionalist 看原罪 完全是一个 一个是 遗传的东西 这个也很重要 亚当的后裔 是罪人 不是因为 这些人 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接触一个 有罪的身体 乃是因为 上帝 把亚当 原本的 不顺服 归算给我们 虽然我们在搞 灵魂的起源 反对跟知识 理由 但你看到 有一些的重点 第一就是 我们需要 知道的 就是 我们 是罪人 我们是 亚当的后裔 为什么 是我们罪人呢 不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身体 不是 在亚当里 众人都犯了罪 都成为 死都临到罪人 的意思乃是说 上帝将 亚当 一人的不顺从 和这个 不顺从 带来的罪孽 归算给 每一个人 除了基督以外 再来一次 原罪不是说 因为你父母亲 生了你 一代一代 就有罪了 不是的 那个是原罪的 后果 而不是原罪本身 我再说一次 亚当是人类的头 亚当是人类的代表 亚当一个人 一次犯罪 上帝就定 亚当为有罪的 guilty 定他的罪 同时呢 把这个罪孽 这个罪名 归给 每一个人 所以 每一个人 在亚当里 都犯了罪 因此罪临到众人 死 也临到众人 罗马书 第五章 第十二节 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 入到世界 死 又是从罪来的 好 罪和死 都是从一个人 进到世界 于是 死 就临到众人 为什么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罗马书 五章十二节 最后那几个字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英文 because all sind 这里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犯罪 不是的 这里的意思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的意思乃是说 每一个人 在亚当里 都犯了 亚当 一个人的 第一次的罪 我再说一次 在上帝眼中 全人类 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都在亚当里 亚当是我们的代表 亚当是我们的头 所以我们都犯了 亚当一个人 第一次的 不顺从 就是趁那个 禁果 再读一次 十二节 所以呢 罪 就从一人 进到世界 十五节 死 从罪 就来到世界了 十五节 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就死了 十六节 因一人犯罪 就定罪了 审判是由一人 而定罪了 十七节 因一人的过犯 死 就因这一个人 做亡了 十八节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就死了 人都被定罪 十九节 因一个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二十一节 罪 作王 叫人死 这些都是亚当 这些都是亚当 一个人 一次犯罪 而带来的 因此 因为 既然 因为我们 都有亚当 做我们的头 亚当做我们的代表 亚当 一次犯罪 我们就 承担了 不是继承 不是inherit 不是遗传 是上帝 归了 那个罪名 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 有这个罪孽 这个罪名 因此 我们是死在 罪恶果反中的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 都有亚当的罪孽 那顺便一提 这些有亚当的罪孽 的父母亲 生下来的孩子 都是生下来 就有这个罪孽的 但是主要 不是因为 父母亲 传给我们 是亚当 归给我们的 那这个是基督教 宗教改革的 原罪观 不是遗传 遗传是天主教的教导 好 我们回到 第31页 这里 再读一次 第31页的第一个 反对的理由 亚当的后裔是罪人 不是因为 他们 结出了一个 有罪的身体 就是说 因为父母亲 受精 这个怀胎了 那个身体 那个胎儿呢 是有罪的 不是的 乃是因为 上帝 把亚当 原来的那个 不顺服 归算给 每一个人 也是为了 这一点 为了亚当的 不顺服 上帝 就收回了 创造人的时候 原来的圣洁公义 因此 罪污染全人类 就是当然 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来到 对创造论的批评的第二点 伯格夫说 创造论呢 就认为 地上的父亲 只生出 他的孩子的身体 而没有生出孩子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就是灵魂 因此呢 就好像不能解释 为什么 父母亲的 性格啊 或者是 智能等等呢 都会在孩子们身上 再次出现呢 不但如此 假如 用 创造论来解释 灵魂的 起源的话 那就好像 动物 对不起 对 动物就更有 繁殖的能力 比人更大 因为动物呢 是可以按照他自己 各种其类 而繁殖的 当然 最后这一点呢 是不是很重要 这无关 通养的一个一点 那关于 父母跟孩子们的 智能啊 性格等等呢 也不必 假设 these can be accounted for only on the basis of heredity 不必只是用 遗传来解释的 我们对 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对灵魂的知识 仍然非常的有限 在这点上呢 不能过分的武断 with absolute assurance 不过 父母亲跟孩子们的 相似之处呢 怎么解释呢 一方面是 父母亲的榜样 一方面是 身体影响灵魂 还有一方面就是 上帝并没有 把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是完全一样的创造 乃是呢 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呢 他创造一个灵魂 是适合于那个身体的 上帝创造一个灵魂 适合与某某身体 联合 就是一个人 第三 对创造论的批判是 不符合上帝 与世界今天的关系 和他怎么样在世界中的作为 因为呢 这里教导呢 上帝是直接创造的 因此就忽视了 忽略了上帝 目前是由次因 来创造 来做工的 也在他的创造大工商 已经停止了 这个并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特别是 假如你不是一个 自然神论者的话 这个不很重要 自然神论者就是 上帝创造了一切之后呢 就不再做工了 就任凭宇宙呢 按照自然定义来运作 美国的独立宣言 跟宪法的起草人 Thomas Jefferson 还有富兰克林等等 都是自然神论者 他们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 所以不要说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 美国是由自然神论者 就是理性主义者 他只相信上帝创造 但是没有神迹 没有罪 没有地狱 没有救赎 自然神论者跟基督徒 跟金白魔鬼的 三派一起 起家立国的 好了 最后结论 结论 第一 讨论灵魂的起源 应当很谨慎 我们必须要承认 tradutionism跟创造的 两方面的论据 都好像很平衡 就是说 两边都有他们的道理 因此呢 并不稀奇的一件事就是 奥古斯丁觉得 在两者之间 选起意思很难的 圣经并没有直接说到 人的灵魂的起源 除了亚当的灵魂以外 两派所用的经文 少少的经文 都不能给某一派做很强的结论 因为在这方面 我们没有圣经清楚的教导 所以 所以 必须呢 很谨慎的 来讨论 我们不要比圣经所讲的 更智慧 有一些神学家认为 两派都有一点点的真理 都需要承认 Dorner 甚至福提义 三种理论的每一种 都代表一方面的 真理的一方面 Traditionism 讲到 Generic consciousness 人类一般的意识 灵魂的先存主义呢 讲到 Self consciousness 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Or the interest of the personality 或者说 一个人的性格 是 是 永恒理神的思想 是永恒理上帝 的计划的一部分 或者神的思想的一部分 最后 创造论呢 就讲到 人是有上帝的意识的 最后最后 三十二页 某一种的创造论呢 可能是值得我们 比较尊重 所以伯格勃最后的 很谨慎的结论是 他说 创造论好像呢 值得我们比较尊重 因为 第一 他没有 他不需要面对一些 Traditionism 要面对的 哲学上的困难 二 他不会在基督论上犯错 三 跟我们 上帝立约首约 约的概念 符合 同时呢 我们也相信了 上帝 他的 创造的作为 是与 每一个人出生的过程 是 很密切的关联的 创造论并没有宣称 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 但是同时呢 给我们一些的警告 不要犯三种的错误 第一 不要说 灵魂是可以分割的 第二 不要说 每一个人 全人类 每一个人 都是属于同一个本质的 一个很 投降所谓 人性的本质的 第三 不要说 基督所取的人性 是在亚当里堕落的 这三个是要避免的